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點擊節目 我是石濤 在蘋果日報昨天的報導中 很多人看那個報導 他講是巴西大概 在元月一號這天 2019年元月一號這天 他講的新聞蠻奇怪的 一條大蟒蛇 老大了 他說這條大蟒蛇上面趴了十幾個 具體的數我沒記住 十幾個蛤蟆 他叫海蛤蟆 但是蛤蟆 那蛤蟆有毒 它是如果它跟發生戰爭的話 它吐出那種白色的墨子 那東西有毒的 蟒蛇幹不過它 說為什麼這個蛤蟆趴在大蟒蛇上呢 下大雨 發大水 把海蛤蟆給沖上來 我就有點搞不清楚了 那蛤蟆就是沖著水來的 發大水怎麼會趴在蟒蛇身上 這是一種這個上下是不合理的說法 對不對 蛤蟆它又不是沙漠裡的什麼那個蝎子 不是啊 它是就是水裡的東西 它為什麼趴在蟒蛇上 蘋果日報也沒解釋 因為它是翻譯英文那邊文 海外的文章 但是它這個視頻有 應該是在社交媒體上發出來 看著那蟒蛇老大了 但它就解釋為什麼這條蛇 根本不敢惹這群蛤蟆 是因為這群蛤蟆太毒了 蛇弄不過它 我真沒數它到底幾隻蛤蟆在它背上 是趴著 那蛤蟆就蹦來蹦去的還在它背上 但這個蘋果日報的背書也 它的題目背書也蠻有趣的 叫末日來了嗎 世界末日來了 江澤民是蛤蟆 習近平數蛇的 硬在原野一號 兩三個星期咱跟大家講過 我說習近平的在他的命裡 在他的命運中 我們看到太多的七的定數了 第七個中共的領導人 四九年之後 第七個國家領導人 四九年之後 四九年之後 他把政治局改成七 從九改成七 二零一九年是他 奪得權力第七年 他跟川普是 對頭算正好七年 一天都不差 沒算過他們倆是什麼時辰出生的 這裡頭 他跟川普之間的年齡差七歲 連時差都算上 都算到這麼精細了 你怎麼解釋吧 而習近平到二零一九年 六十六歲 他出生在六月份 聖經啟示錄 最後講的最後那個獸 那個大淫婦 有三條六 他的名字叫六 而在西方的說法中 這要給他叫三遍 什麼東西要叫三遍 中國人叫事不過三 所以三條六是這麼來的 這個故事啊 如果大家要查得認真的 你就去查得認真的 這是在他的聖經啟示錄當中的 他所描述的 他所描述的東西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 在我眼睛裡看到的故事 所以習近平呢 在很大程度上 他是定在了 他是吻合那個七的定數 但他的一切都跟共產黨相關 所以在習近平 在他回到七的定數中 你看到江澤民這隻蛤蟆呢 他是酒 相當餓了 如果大家不理解酒是什麼意思 這個這個撒旦 撒旦是耶和華殿前的六億大天使 應妒忌神妒忌耶和華 甚至要篡奪耶和華神的位置 從而被懲罰 產生了惡 誘惑了女 誘惑了夏娃 毀掉了神 所創造的人 然後打到出現了人間 以善惡為中心的人間 而亞當跟夏娃成為了人的鼻祖 那惡的源泉超過了 人的整個空間 對吧 他來自於上 如果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環境 習近平就在七的定數中 就像亞當夏娃這個 他創造環境中 就比如是七的定數的話 江澤民的惡 就相當於撒旦 他高過這七的定數 我相信這麼說 大家就明白了 習近平只要一保中共 就麻煩在那裡 因為共產黨是撒旦的真正的 一種相互結合在一起的東西 你看九評共產黨 你看九評共產黨 所以這是一個生命屬性問題 生命的惡的程度問題 所以江澤民在1999年 七月份開始迫害法輪功 這個在這個 在這個諾查丹馬斯當中 一千四百多首 預言詩中 唯一的一首點出具體時間 當他垂簾聽證時 胡錦濤那一屆是九個常委 從來沒有過 所以他的惡是頂天的 當習近平走到這條路上的時候 那些蛤蟆拋在這蛇的身上 我相信可能在現實環境中 這種在具體的自然環境中 這種事情多的是 但是如果被媒體這樣爆出來 應對在這個時間點上 那就是一種象徵 一種提示 網上有篇報導文章 題目這麼說 德國之聲 國民黨一國兩制難獲民意支持 習近平拋出對台政策五大原則 島內熱議如何接求 不但考驗各陣營的智慧 也被視為反映獨統之間的標誌 我覺得就太政治了 這東西 共產黨是魔鬼類 什麼毒了 什麼統了 在談論生命的善惡 對不對 什麼毒 什麼統 咱說句難聽話 就是 這王不願意把達基看成是狐狸 所以他就住在一塊兒 你願意嗎 對不對 失去了生命認識的時候 就談獨統 那個太幼稚 國民黨發表六點聲明 回應習近平 對習近平的說法加以駁斥 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並非久而共識 內涵 目前兩國處於分支狀態 現階段一國制 恐難獲得更多民意的支持 這個說法也同樣相當利益 他反了習近平的一國兩制 沒錯 不是九二共識 沒錯 他假借九二共識 強推一國兩制 因為當初九二共識 習近平承諾的 可是認了中華民國的 所以這是他大翻水的概念 實際是習近平大翻水 而恐難獲得台灣多數民意的支持 中華民國是正統 你要首先談到自己是正統 你家的老婆正經八百名媒正娶的老婆 就是老婆 對不對 那叫原配 後來叫敘賢 連這種中統的生命都不能 理念都不能遵從 有什麼叫民意支持 一個男人看到另外一個女孩 就跟這個劉強東似的 那個又是21歲 過了21歲的我都不要 他獲得民意的支持 他周圍的朋友幫著他得了手了 能這麼說嗎 國民黨強調九二共識 當年的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 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對於它的含義 雙方同意用口頭方式各自表達 那聲明講 雖然對台獨這個問題是反對的 但要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規定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人家蔡英文說的沒錯 蔡英文講說沒有什麼政黨 沒有什麼團體 沒有什麼人民對話 政府跟政府對話 他站在了一個尊嚴上 今天很多人連這都搞不懂 確實連這搞不懂 文章裡又針對習近平演講中 多次強調統一 學者認為他已把兩兩岸長久以來的默契打破 顯著調整對台的政策 國民黨在兩岸議題上一直強調九二共識 而習近平的口吻將他們處於尷尬之地 所以習近平實際在改變 假借九二共識 強推一國兩制 他自己否定了自己曾經的承諾 和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身份 接受中華民國的大一統 馬英九講兩岸不具備統一條件 習近平對九二共識的看法跟我們有出入 馬英九稱義中的意思是中華民國 一國兩制在台灣沒有市場 九二共識不能打糊塗仗 迷糊仗 因為不但兩岸關係到兩岸和平 更關係到台灣的存亡 所以九二共識本身 我以為馬英九表達得更清楚 或者說他更有權去表達 因為他與習近平見過面 那好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再見